台北台新的選擇是 Sorry 他們也停止 好的 在第一輪第八數位 台北台新沒有選擇任何位球員 這次的選秀 我希望可以跟我們的團隊 跟金控的資源 可以打造一個屬於台北的球隊 希望在最短的時間 變成一個可以跟與冠軍競爭的一個隊伍 那當然今天的選秀 只是我們其中兩位新人的選秀 我們其實在過去也 積極地在佈局我們的團隊 那我也想在這邊 第一次跟大家對外講說 我們已經有簽署了一些球員 包含丁丁 丁勝如 林一輝 輝哥 陳文宏 然後曹勳湘 還有張耕鈺 那當然第二選秀 我們這次換的選秀 得換來黃崇翰 那這些是我們已經有簽約的球員 所以其實我們不是從 已經有一個團隊了 那當然未來有更多的球員的簽署 我會盡快讓大家知道 謝謝 總經理會談一下 因為新球隊其實人力上其實是比較缺乏 但是今天在首輪最後就放棄 讓大家有點意外 跟我們談一下這個部分 我想剛剛文也講過 就是說其實我們已經有陸續在簽署了一些球員 其實我們是照我們的步驟不乏再一步一步進行 那我們的團隊有一直在考量到底是選兩位三位 當然我們就選兩位 因為我們已經有簽署一些適合的人選 但我們在自由球員方面 我們還會積極的佈局 當然就是期待我們的好消息 我會再讓大家知道 現在是蠻開心的 就被孟詠佳正球團選到 自己蠻開心的 然後也很期待在這個霹靂這檸檬發揮 那過去 Plus 你也有三個球技 你對於這個檸檬什麼樣的良心 我覺得這個檸檬經營得很好 不管是球團自己的經營方面 或是整個球團球隊 然後整個 Plus 3 的行銷各方面都很不錯 然後自己是蠻期待的 那現在又可以跟你的學長就是阿吉 在那個球隊上面職業上面又見面你自己的事情 蠻期待的 因為那時候我才大一把阿吉就打四了 就只跟他配合到一點 然後接下來就可以跟他又配合到 我覺得自己蠻期待的 然後也可以跟他學習 其實先謝謝我從學生生涯的每個教練 就是國小 國中 高中 還有大學的教練 但我特別想要謝謝我高中的教練 男人的教練 正名教練 就是我從男人畢業之後 他還是很關心我 不管我打得再爛 他都有時候會送我一下 但我知道那是鼓勵 我就特別想感謝他 他心愛好嗎 他不做人 只要告訴美國 他不做人 他是同學 你 他不做人 我不是做人